全民财政预算案 一笔一笔帮你算 沙巴的贫穷率的确是全马最高的 那么沙拉月好像也不遑多浪了 可能是第二高等等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也就是因为它的位置很偏远 很多时候这些发展的 这些比如说各种的基本设施 都很难达到这些偏远的地区 所以可是这两个州属 偏偏就是在马来西亚里 他们所生产的各种比如说石油 那种比如说棕榈油 都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种这样的一个现象 尤其是沙巴烧的殖民看到 我们生产很多东西 可是就是说那个发展的成果 却没有被我们享受到 所以心里面就未免有说这个不甘 沙拉月首先基本设施要加强了 那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沙拉月谈到基本设施 是未必是说公路的 比如说那个航运水运 就是说沿着河流的这种船只的这种航行 要把它做的更好一点 使到这些藏物的这些子民呢 能够也得到一些这个 享受到这个发展的这个果实 沙拉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把沙拉月的这个非常丰盛的这种农产品呢 使到它有下游的这种加工业 我们常常听到说沙拉月产胡椒啊 对不对 那么有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 比如说这种沙拉月的品质非常好的胡椒啊 把它加工了 比如说可以转卖到外国去啊 可以高价的卖啊 变成高档的胡椒啊 而并不是现在我们整包整包那种胡椒分白 在那里几块钱这样来卖完 对对对对对 经济坦白说是完全没有喷锅的发展 应该是说萎缩啦 还萎缩啦 因为看到商场啊这些商店啊 都一间一间的倒 一间的的我们说关闭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其实跟这个公司税降高 就是说提高或降低两个百分比是影响不大大 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么对于对对对对很多这些商家来说呢 可能他们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消费税啊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课题 然后当然是整体经济的这个呃走向 就是说看起来比如说我国的经济成长呃 可能是有蛮高的四五个百分比 是可是呃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 坦白说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繁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 呃这今年在这个沙巴的这个保安 安全方面的拨款应该会有所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呃沙巴的邻居的这个菲律宾呢 嗯你也知道这其实现在是在内脏啊 是 南部你想想看他们这种内脏 假如比如说他叛军打输了啊 嗯他跑到哪里来肯定跑到沙巴来嘛 对不对 他跑到沙巴来他就会作乱哦 而且我们的边境很长呢 对那个海岸线又很长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呃东海岸呃这个防卫区呢 嗯他的拨款应该有所增加 呃只能够说有所呃帮助了哈 因为你看你们西马的这个呃呃经验哈 嗯其实在八十年代以前呃呃就说 你也没有一条南北高速大道嘛 嗯嗯嗯可是你看自从有了南北高速大道之后 那么呃你整个西马的经济都被贯通起来 然后也使到你的经济的发展能够更为蓬勃了 嗯所以我们希望在东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效应 除了这个高速啊大道之外呢 我觉得东马非常热切需要的也是这个火车 火车嗯就是这个铁路啊 铁路非常重要的 你看世界上每一个真正发展起来的这个呃 叫做这种以发达国家啦 通常都是有非常完善的这个铁路系统的 你看即便是你们西马现在也要建什么 西马的东海岸的铁路啊等等啊 所以沙巴呢 整个婆罗州啊 只有沙巴的一小段 大概100公里左右的这个铁路啊 是 10月9号开始连续三个星期 每天早上9点钟和你探讨不同的预算课题 2018年财政预算 我们一笔一笔帮你算 我们一笔一笔帮你算 我们一笔帮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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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